先让师父进行复述 我们看一看 同学,这个是佛法概论 我们在第一章 法与法的创觉者 以及奉行者 法的部分我们已经完成 佛的部分我们已经完成 那么这个身的部分 我们现在 就是进入这个适合跟礼合 那么今天的教学范围 我们会把适合跟礼合完成 然后我们会进入教法的部分 那这个教法有分 第一节是能权的教法 和经典的约束 所以在第二章里面 我们应该今天的教学范围 可以把能权与所权 跟权表完成 然后接着下来 就开始会提到圣典的编辑 跟教典的语文 那应该这个是下一堂课 的范围来的 好了 同学我们看一看 在就是上一堂课的时候 谈到适合的理由呢 首先就是 这些制度都把它弄清楚 然后在这边 比丘身是住持佛法的中心来的 好 那这边就开始 有提到这个所谓的适合跟礼合 好 同学 虽然讲 我们讲比丘 是佛法的住持中心 师父问问大家 你觉得在大脑的佛教 出家人 出家的团体多 还是在家的团体多 同学 你感觉上 你有参加过佛卿 佛种的团体的 你感觉那个团体比较多 同学 在家的时候 是 你不是家车的被弯强 小心啊 对的 在家的比较多 其实同学 师父发现 目前我们 大马的佛教的概光 其实 应该是在西元一世纪的时候 很有可能 在印度 已经发生 西元一世纪的时候 是出起大乘的时候 同学 我问问你们 在大乘佛教里面 有四大菩萨 对不对 四大菩萨 有几个在家人 来我们一个个来审视 第一 地藏菩萨 是出家人 还是在家人 地藏菩萨 同学可以尽管开门互动 在家人 在哪里是 地藏菩萨有没有头发 搞错了 地藏菩萨 你们看 是没头发的 文殊菩萨有没有头发 有 对有头发的 对不对 都是头发成长 这样吗 做把剑 有些菩萨有没有头发 我们有同学点头了 有头发的 观音菩萨有没有头发 对 你有没有看过光头的观音 所以就这个缘故 就是有些研究说 认为出起大乘 其实 从菩萨里面就看得出 应该也是 居士 会占主导的地位 有这样子的一个观感 有同学你们没有特别去留意 那么这个一部分是学术研究 觉得就是 可能在印度 出起大乘崛起 布派佛教转去 出起大乘的时候 大乘经一出起 有这样子的现象出来了 那这也难怪的 就像我们看大马就知道 居士团体会居多 出家众会居少的 当然泰国缅甸 它会是出家人居多 那么我们这边 会出家人那么少 毕竟是因为我们这里 佛教又不是国教 真正它是别人 就是回教 才是主要的官方宿教 最多是穆斯林 所以变到 我们没有恐怖 社会出家 变到我们就少了 那少的话 居士就会扮演得到 一些角色 它也会取代 生人过少 而且留下来的角色 所以你看今天上课 你看多数都是在家人来的 那我们的课程 因为有意培训 补导人的红法人员 所以你们这边 有缘的人 会一大半出来 都是居士红法 然后就回到最初期 大乘的时候了 师父记得宣庄大师 他跑印度也是发现 在某些寺院 已经隐约看到 那就是出家中越来越少 然后过后 取二代子 有一些在家居士的团体 就学佛法 而且学得很好 所以宣庄大师 我有印象 他在跑印度 他记录每一个寺院的概括 已经有这个倾向出现了 OK 不过对于师父来讲 无论如何 最重要是有人弘扬佛法 在家出家也好 那么即使是女性也好 有佛法是最重要的 我会这样子看待 因为这个大局 也不是我们可以操纵得到 那么像现在的西藏 它也会慢慢会变得越来越像马来西亚 因为他们当初 你看像中杰这样 你生个小孩 对不对 如果你在藏传佛教 你可能第一个考虑就是 送去寺庙学藏语 更有民族心 然后过后将来可能顺着出家 然后第二个选择就是 送去政府的学校 然后过大辽的大学 过可以吃牛排 可以做Toyota Camry 你要选择了 那么当时时候去西藏 四川是十年前 所以现在应该他们改革成功 所以就这个缘故现在 很多西藏辣 如果是比较年轻都会讲汉语 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 Compousary 那么相对有缘 传统的宗教就失位 可以理解吗 那么应该没有预计保守 估计就是说 当那些父母都不要把它送去寺庙 全部都把它送到去学校 慢慢他们到最后 应该就出现我们现在的Sunday School 因为都已经没有人出家 出家的越来越少了 然后过后到最后也就出现我们这个现象 那么少有的法师 过弘法的在家人上课很多 都是类似你们这些这样 你们这些都是俗读完 然后过后生活上两三餐没问题 对佛法很有兴趣 他这个藏传慢慢会出现 反倒泰国缅甸 如果他有宪法保障佛教 他还是走势还是很强的 就是蛮多僧众在 过后在量中取之 他还是这样的 不过居士的师傅还是 好像在缅甸 我听说一个 专门叫阿比达玛叫曼敏文的 他轻轻道论考试拿过第一名 我不懂是不是跟出家中一起考 而他本身就是化工博士来的 所以他重写阿比达玛 他就把chemistry东西带进里面去 我有看过的 他有是自己的心得在里面 那么又用英文的关系 师傅也蛮有一些启发的 所以都可以贡献 因为叫曼敏文 那当然呢 这可能也是少数的 那边还是以法师 占大部分这样 弘法还是以法师作为主导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提到 就是现在我们一位看的是阿含经来的 所以他跟现实的佛教会有落差 那这个落差本身呢 我们如何从经典找到他精神跨过来 所以同学你复试的时候 也顺带做这个思考 同学知道吗 不然的话你这样读完 你没有去想的话 它只是一些文字 而且是平面的概念的 所以未有通过 师父讲解在启发里 比如在思考 可以更加深 对佛教的理解 还有就是贡献 好了同学 我们再继续看了 然后呢 这边呢 就开始进到今天的教学范围的部分 好 有请就是名词 师尊 师尊适应当时的环境 在出家地址中 有四乡上的圣团 在家地址 仅是信仰佛法 奉行佛法 没有成立团体 所以在行迹上 有出家的圣接 有在家白衣地址 但从行中到行 献结证法而解脱来说 礼合同证 在家与出家是平等的 白衣能礼合同证 也可称之为圣接 而且这还是真实证 而比形式上的圣接 更值得赞叹 反之出家者如没有献正的自觉 反不过形式而已 这四合和礼合 本来是相待而又不相离的 但在佛法的流行中 一分青年大众出家者 以百一弟子们 从事礼合同证的身接 忽略六合身团的作用 忽略发挥 集团的力量 完成正法 九诸的重任 因此而亲世 严密的身职 百一者既没有集团 而青年大众 深中 龙蛇混杂 不能和乐 亲近结果 理想中的真实证 渐渐的比虚为更虚为 号称入世的佛教 反而离开大众 成为个人的佛教 另一分 去年的老上做 重视 事项的生机 而但忽略 世尊 智利的 原则不变 根本不变 而立子 思末的适应性 不能随时随地的适应 反而推演 真实 而还是为了适应 立子成为繁琐 思末的教条 申诉的格爱 也终于存在 从圣洁中心的立场说 这是各种极端 没有把握 适合和理合 原则以调规的 总和一贯性 不能圆满承受 世尊理智的真精神 好感谢 明思里不需要 一口气读完的 我怕你会断气 所以后话你暂停一下 你读起来 才不会说 还好 是不是很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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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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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听 感性 可能可能 有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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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基本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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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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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